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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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你啥呢 难道你还压制不让人家发展吗 我不要 你不让 你就让这书呆子 是吧 没关系 不正常 告诉他怎么化妆最美 我说现在不能化妆 这皮肤不好 但这些要讲 有些化妆品看着很便宜 其实没什么 跟他讲化妆品的危害 但是化妆品呢 确实有些人家现在 你看看游戏里面化老妆啊 会觉得好漂亮 他想化成这样 你跟他讲这个化妆品好 或者不好 危害性 或者人在每个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阶段的重点 你现在学生嘛 学习还是重点 爱好都可以 想啊 我觉得他不会很过分的 因为我相信他的孩子 我相信你的孩子 他不会很过分的 疯狂的去购物买化妆品 他不过就是买个口红 买个眉笔 买个脸上磨点红啊 他一买买两套 什么别灭我了吗 哦 人家配套的吗 配套的 人家买一送衣 小同学也带着他了 哦 开心了吗 开心搭了嘛 哎 你告诉他怎么弄 告诉他怎么弄是最好的 一旦他开始 孩子已经开始涉入这个领域 一定要告诉他在这里 怎么做是最好的 怎么做有什么弊端 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给捂住 我知道 捂住他以后发展更厉害 到一开始 一个人已经介入这个领域了 你就说清楚 不要我 他主要找他的 你这是怕孩子发芽 大一点嘛 这些嘛 人家已经很大了 11岁 现在孩子了 互联网时代嘛 我觉得很正常 我一点也不惊讶 而且在这个过程 学习退步也很正常 很正常 然后过一阵子 慢慢他对外界的东西 慢慢的他心安下来了 他觉得也无所 就像这个东西 他很想玩的时候 他今天学习 他也在想着这个化妆 马上就先骂我 不让我抹这个 你又要放开你抹 他告诉他怎么抹的 然后说这个不重要 其实有些美啊 不是在外在啊 跟他讲这种 内在外在的素质啊 修养等等 就说真正的美 你看外边有些人 抹得很美 但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喜欢 真正啊 内海啊 修养啊 这些都是美 都是化妆帮不到的 都只是能产生的啊 不行 你独断地这样做 他嘴会挺多 不断地挺 但不会限制他 你这是错的 他怎么会觉得错 你还抹呢 不让我抹 你就能犯错 大人就能犯错 我就不能犯个错 他不知道危害真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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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会发生的 他不可能会发生的 他怎么会发生的 是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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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